陸軍地震指揮保 力量贏 正常是團出有兩位阿民哥 因為不然定時 要他們負擔修理政策的錢 警察就逃逃逃逃 十四行的連驗 不會讓衝衝去塗小 現在軍方在調查後 東西都已經蒸回來了 不過這兩位阿民哥 給紀錄也要送去軍發信訪 陸軍地震指揮保 第六位贏在五月二十三號 曾經每一個月 一次的連主官 準備檢查的時候 是來發現說 寒嬤 紀錄車的東西有減少的狀況 六軍中部馬上派人調查後 發現有兩名一萬他的屬官兵 因為不然後勤官 要他們自己負擔 在民間修理寒嬤車的十萬塊費用 所以選在整備檢查 近一暗明是偷偷拿走十四行寒嬤車的東西 讓衝衝獨小 他付不出車款 他有一點狹豔的心理 兩名屬官兵都寄到紀錄 就寄到軍發信訪 而且這個業務的後勤官也寄到紀錄 兩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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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禮出軍 不過六軍的狀況 不只是這一間 現在也傳出六軍六軍團 感到機會沒有 有一名洗樓的 副白鳥是天天買他的 原生白鳥 五月二十五號 這個白鳥是外出來買 這個雙母副白鳥 不過副白鳥是無人當繼續回眉 這個原生的白鳥是 還要紀錄金屬失控 副白鳥的 六軍團調查之後 對兩人進行出訓 連接所言 連接所言 也讓立委實來質疑 現在軍機處理問題 要求軍方馬上來檢討問題出在哪裡 記者 上次和SNH相助 頭痕報道 都扣了 三 楊